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之前是搞这个技术的 然后后面搞产品 然后到现在是一个转做社区的 开设社区的这个运营 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参加非技术厂分享的 前几天的话呢是在那个DTCC上面 有一些分析 然后今天这个议题的话呢 是想给大家带来就是我们开源的Polodb 因为开源Polodb实际上在 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商业化了 有差不多应该是第七年 然后开源的话呢是从21年开源出来 这么一款产品 然后来分享一下我们社区是怎么做 那会分为四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先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数据库这个业界的一个发展性趋势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们整体的一个开源策略是什么 然后第三部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开源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内部的架构啊 然后最后的话呢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社区的情况 那首先是我们知道数据库的这个技术的话 实际上来讲就是它的底层的这块的理论 在基本上这个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就已经理论就非常成熟了 然后八十年代的话呢就已经有这个商业的产品推出了 然后往后的话基本上每十年 这个数据库的产品的话呢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飞跃啊 就比如说从最开始的这个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 然后到分析型的再到这个异构型的 那十年左右的话有一个飞跃 然后再到最近的话呢 是云原生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的这样一个赛道 然后从数据的处理能力这块来看的话 实际上就是说传统的这个数据的结构化的这个在线的处理 到海量的这个计算与分析啊 这种的这个演变的过程 然后从数据的模型来讲的话呢 就是从我们传统的这个结构性的数据 到现在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多模态的数据的处理 越来越多的 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图数据啊 还有像这个比如说像时序类的呀 还有像包括现在AI的话对应的这种相量的数据啊 还有包括像这个时空类的这种的数据的模型啊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库都会去兼容 更多这个非结构化的这样一些数据模型 那么随着这个云计算的这个发展的话呢 我们知道云计算实际上它的一个本质是资源的 高效的这个词化 然后计算的话实际上 它的本质就是计算和存储对吧 那么数据库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一个数据从生产到处理再到存储再到消费的一个过程 那么云计算实际上来讲是给了一个数据库的发展的新的机遇啊 就是说我们在云上利用计算分析的一体化可以大量的去减少数据的移动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在这个计算的话呢 可以下推到这个这个这个数据测啊 去完成去减少数据的移动 完了之后这个存储计算分离的话呢 可以去实现这个资源的磁化节奥 从而来去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弹性啊 包括它的这个可扩展性啊 包括还有像可靠性 可用性 安全性啊 都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简单看一下 就是说从数据库的这个架构的 技术架构的这个眼镜来看一下啊 是这个数据库的发展是怎么样 首先传统的啊 传统的这个单机数据库的话呢 是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架构 就是数据和和这个存储的话呢 就是数据和计算的话呢 在一个节点上面 然后它的这个天花板基本上是取决于你的这个硬件的能力啊 比如说你的你的这个计算能力 就可能就取决于你的你的这个CPU的核数啊 然后你的这个存储能力就取决于你的本地的磁盘 对吧 那么随着这个业务量 还有像数据量的这个增长的话呢 我们看到数据库就演变出了这个分布式的架构 那分布式架构里面有分两种啊 一种是这个啊 相当于是基础共享存储的 然后可以横向扩展计算节点的这样的一种分布式架构 那么这个也是啊 非常常见的一种分布式架构吧 比如说像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像这个啊 PolarDB的1.0 Oracle Rack 还有像AWS的 Aura 那么它的一个瓶颈的话呢 就是主要还是在于啊 计算节点的扩展 它是有上限的 就是基本上到破道十几个节点 你会发现它的呃 比如说它要用来做这个呃 像Cash Ducing啊等等的这种一些操作啊 会带来一些分布式架的这种啊 这个开销 然后使得这个在线事务处理的能力的话呢 就是很难有一个就是提升 然后同时的话呢 也会受制于啊 计算节点和存储之间的这个带宽啊 那么很容易会 就是说在数据 比如说需要大量的这个查询 做分析的这种业务场景 然后呢 那么这种的架构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 那下面这个啊 Shield Nothing的这样的一个分布架构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啊 就是看似的话呢 就是说可以解决 比如说数据的无线的可扩展的问题 包括计算的无线可扩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实际上它也引入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 比如说它的这个 在处理分布式架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设置到一些跨节点的操作 对吧 那么也就会导致什么呢 会导致这个 做分布式架处理的时候的这个性能的下降 还有包括啊 这个我们在做 比如说表的设计的时候 那么你就得考虑你的 你的下面的这个数据存储的这么一个架构 比如说你应该怎么去选择你的分区件啊等等 如果没有选好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性能 会比较差啊 那 那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 就是如果说 我们的这个数据量在网上增长 对吧 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 当前这种分布式架构存在的问题啊 这个的话呢 就是啊 我们现在演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游延伸 这不是架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随着就是说呃 游延伸技术的这个普及吧 那么包括还有像数据库相关的这个计算模型 就是在呃 呃 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这个 呃 图级 那使得在数据库和云计算结合这块就是什么一个可能 比如说我们在云上面我们常见的这个呃 呃 BSP的这种分构计算模型 还有像MPP的这种分构计算模型 这个在云上的话 当前都是可以跟啊 呃 游延伸的分布式数据库进行结合 来去解决前面的啊 呃 这个不管是固样分数架构 还分布式的这种的啊 架构下的这个带来的一些问题 那么啊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给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就是啊 阿里云数据库的整体开源的一个策略 那么 阿里云数据库实际上来讲的话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策略的话 就是说啊 是拥抱这个 开源生态啊 我们知道在关系数据库里面的话 最大的两个这个开源的产品 一个是MySQL对吧 一个是PostgreSQL 那么实际上 阿里在合照以前就 就是说就推出了这个 呃 基于MySQL的这个代码的 阿里SQL 那么它是解决了 相当于在电商场景里面的这种 双十一比如说秒杀 还有包括像大量的并发等等 场景的一些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在PostgreSQL 这个生态这块的话 我们也有对应的这个PostgreSQL的分布式版本 然后MySQL生态的话呢 还有像TTDL这种 基于分属表现件的开源的产品 以及PostgreSQL的一个分布式的产品 那另外就是在 在新型的这个异购数据库这块的话 我们也有也开源了这个Tier 通过这个Tier的项目的话 也给Redis项目也是贡献了这个很多的这个代码 那么在开源的这个策略这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坚持两个版本 就是版本跟云上的这个商业版本是完全兼容的 就PoraDB的X版本也好 或者PoraDB的PG的版本也好 这两个版本都是跟云上的商业版保持100%的这个一致 然后第二个就是版本的全面开源 也就是我们云上的商业版的这个内核 在开源的这个版本上面 只是有一个时间上的差异 差不多就是延迟三个月左右 但是代码的话 是完全和这个云上的商业版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样就使得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用户也好 或者我们的这个开源的生产伙伴也好 那么基于这个开源的产品的话呢 去使用的话 它实际上是使用的是一个 稳定可靠的这么一个版本 就不需要担心说 我们就使用了一个开源产品的时候 是当小白鼠这种的问题出现 因为它就是一个稳定的版本 那么我们跟开源的 比如说开源社区怎么去协作的呢 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开源的稳定分支 如果我们的外部的卡者要去贡献代码 要去比如说 这个跟开源版本进行协作 它会拉出一个开源的分支 然后在开源分支上面去贡献代码之后的话 我们的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 committer 会去review这个对应的这个代码 然后在保证和我们的产品 比如说放了方向一致 并且这个代码的质量符合 这个项目的要求之后 会把它搭配在核道开源的稳定分支上面 然后还会再回馈给这个云上的这个商业版本 从而来去保持什么 保持这个我们云上和开源的代码的完全的一致 OK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开源产品的系列 那刚刚实际上已经讲到了 就是说我们PoloDB PoloDB这个产品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是兼容啊 MySQL跟PG的生态 对吧 那么因此的话呢 它有其实从产品角度到 它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PoloDB MySQL 说写叫PoloDB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纯算分离架构的一个版本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兼容PostgreSQL的 PoloDB for PostgreSQL 那这个版本的话呢 实际上来讲它是 呃 既兼容PostgreSQL 也兼容Oracle的语法 那么 只是说兼容Oracle的语法的这个 呃 这一部分的这个代码的话呢 展示是没有开源出来的 那开源出来的是这个 兼容PostgreSQL的版本 那最下面这个是 ShareTheNothing架构的 这个PoloDBX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 开源的就是这个 这个PostgreSQL的版本 以及PoloDBX 也就是兼容MySQL的分布式的版本 那么 整体的架构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刚刚已经聊到了 就是对于PoloDB的分布式版本 也就是PoloDBX 那么它实际上是 拆分成那几个关键的组件 一个是用来做 全局的 比如说数管理 以及元数据管理的 这个GMS的组件 包括这个全局的这个 时钟寿司 都是由它来去进行管理的 那么另外就是跟这个 库端交互的 也就是CN节点 计算节点 那么它会去负责这个 Circle的 从这个Postle到这个 Optimizer Rewrite 整个的一个过程 然后它会把这个 相关于是用户的请求 发送给到这个DN节点 DN节点也就是我们的 可以理解为数据 经过了这个一些 那个感造的Micycle的节点 那么它的每一个 每一个节点上面 实际上都是一个 三处本的架构 那为什么要做三处本架构 这个也是为了保证 这个数据的可靠性 还有高可用 那么 数据的分片 实际上是在哪里完成的 是实际上是由这个GMS来管理的 然后通过这个 就这边会定义这个分片的这个 规则以及 当前的分片的这个Mapping的信息 都在这个GMS里面 包括 就是它这个信息也会同步给这个 实际节点 实际节点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在接收到应用户请求的时候的话 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的 对这个数据去进行 比如说路由 路由到对应的这个DNode 那么 那么包括在破龙的时候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也是有 会有自动化的这个数据的 load balance 等等的操作 那CDC节点 实际上是一个和下游去进行交互的这么一个关键组件 关键组件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的ParaDBX 在用户写露数据 更新数据 或者删除数据之后 实际上 我们在下游有对应的这个 像游地算的服务啊 或者像大数据的服务啊 等等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CDC节点 实际上就是用来捕破这些ParaDB的数据变更 然后把这些数据变更呢 可以同步到下游节点去 啊 因此的话 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完整的这个分数数据库的解放案 那么ParaDB的PG版本实际上是一个纯组算数据的架构 可以看到它分为这么几层啊 啊 有个Proxy层 Proxy层的话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商业版本才有的 Proxy层 那么它是负负负责这个接入用户的请求 然后包括负责这个对Circle去进行解析 然后比如说我们需要发布 就是说这是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查询 对吧 是一个查询的请求 那么它可以路由到这个这个ParaDB的节点 那如果是一个读写请求的这个Circle的话呢 那么它会路由到这个RW节点 包括在这个分数数的移植性啊等等上面的话呢 都是在Proxy这个存储环境 那么下面的话呢 是这个核心的这个计算节点啊 再往下是这个存储的节点 这个存储的话呢 也是 只要是一个兼容ISCASI协议的这个存储啊 都是可以直接接入到ParaDBPG的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 我们在使用一个开源的ParaDBPG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传统的SAT的存储 也可以使用这个 也可以使用比如说像SAT 或者像那个Curve这种的啊 标准的分布式的快设备存储啊 也可以使用比如说像云上的这个ESSD的云盘啊 只要能够多个节点去挂载的存储 是不是ok的 所以是兼容性非常好的啊 那这两个架构其实啊 刚才已经简单讲过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布实现线啊 那么实际上这个产品的话呢是21年5月发布的 但是这个发布之前就开源的这个发布是2021年的5月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话呢已经有五六年的这么一个商业化的这个历史 所以它发布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稳定的版本 那么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开源的版本里面 我们啊我们比如说发布了这个很多企业节目的特性 像这个比如说针对于安全啊针对审计农灾啊高可用啊 还有包括像这个MPP的这种性能的增强的这个功能啊啊都已经给开源出来了 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也是就是说在国短化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适配工作啊 比如说我们跟这个国短化的超系统 国短化的这个啊 啊的芯片 还有像这个啊 啊这个服务器程座等等啊都是做了这个对应的这个适配的啊 那未来的话呢也会啊不断的去推出我们云上的这些企业级的能力啊就逐渐开源出来 比如说我们近期ParaDB的PG的版本啊就开源了这个闪回的功能 还有像这个啊啊 Share the server 的功能啊都已经开源出来了 那最后是啊来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源社区的这个运营和生态建设啊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一个开源项目啊 他一定是离不开他的这个用户的对吧 离不开他的这个开源开发者的还有找到这个生态的这个支持 那所以我们在去啊建设这个开源社区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就是会覆盖到所有的这些包括生态伙伴 包括我们开发者和用户 那伙伴的话就为啥我们这么去重视伙伴啊 是因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数据库啊 在一个企业里面去使用的时候 它其实门槛还是非常的高的 你比如说就就是说这个使用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涉及到比如说整个数据库的生命周期的管理啊 包括你的数据库如果出现了问题怎么做高频的切换对吧 然后乐常的备份啊 还有像这个比如说你的数据库性能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诊断啊 这些其实都是有生态工具来去支持的 包括还有像我们在使用这个数据库去进行开发的过程 你可能中间会涉及到很多啊 这个业务的代码的比如说啊迭代发布对吧 再怎么去支撑好数据库的这个发布的管理等等啊 这些都是由生态的这个工具啊 或者生态伙伴的产品去实现的 那么另外就是啊我们一个数据库对吧 你运行在你的这个整个运行环境 包括你的服务器你的超系统等等 其实啊也都是生态的一环对不对 就是你跟他们都是非常的强相关的 然后包括还有像做这个呃 数据库的使用的培训的公司对吧 怎么去帮助帮助客户用好一个数据库 这些也是生态里面非常重要 还有包括像我们上次的应用软件啊 啊这个软件开发商以及我们的比如说 基于我们这个产品去做做这个二十开发 或者是带给我们这个产品这种的伙伴啊 我们都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的围绕的一个点 都是说我们的伙伴和我们这个结合在一起之后 怎么去更好复合客户 所以的话呢生态伙伴的建设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在服务好客户的前提下去引入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复合客户的这些伙伴 好针对开发者来讲的话 实际上我们开发者我觉得分为两类啊 一类开发者是使用我这个产品的开发者 还有一类开发者是 共就是说在我这个内核里面去贡献代码的开发者 那我们当前这个阶段的话呢 重点其实是要看好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使用这个产品的开发者 因为只有当你这个产品在使用这个开源的产品的这个用户 开发者多钱之后的话 你后面才可能有这个 能够来去给你贡献代码的开发者 对吧 所以的话呢在这块的话就是我们 我们推出了很多针对于使用这块的一些 啊 课程啊 包括这个啊 实践类的课程 包括这个啊 我们和伙伴一起搞这个联合解码方案等等等等啊 这个其实是啊 都是针对这个使用型的开发者 让那些啊 有这个内核的开发能力的学生 能够在我们数据库这个领域里面 他们也能够在里面去贡献代码 然后去提升他们的这个编程的能力 提升他们的各种影响的一样 那么针对我们的用户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除了刚刚说的那个偏开发型的用户 其实还有一类是啊 这个数据库管理类的用户 这一类用户的话呢 我们也是啊 推出了很多这个体验类的课程 比如说啊 或者是针对于那种专项的这种的 啊 开心训练营啊等等啊 包括这个还有很多电子书 那么 对 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在生态这块做的一些啊 做的一些事情 包括啊 对应的一些数字吧 比如说我们三大伙伴 现在啊 大概有五十几家啊 从从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运达武士 跟他搞这个联合实验室 然后武汉大学 我们是跟他做这个课程的开发啊 包括这个内核的人才的培养等等 然后还有像其他的一些 做数据库的管控的一体机的 还有像做这个纯属的伙伴的 包括像CUEG 我们一起做 啊应用型的人才的培养等等伙伴 然后啊 如果针对于这种专项的项目的话呢 我们是通过SIG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的 包括比如说我们 我们做这个暗门体机 因为要引入特别多的参与方 比如说有引入这个集成 集成方法 有超系统 然后还有像这个啊 啊就是服气的 以及我们比如说还有像也需要引入这种 叫做芯片类的这个厂商 之类的 还有像SSG 那么所以它是通过这个SIG的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 呃 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是就是说 沉淀了一些内容和对应的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呃 像这个在线类的内容 以及像一些这种线下的这个杀戮等等 那包括教材最快的话呢 啊 我们是沉淀了 有七本的这个电子书 啊 那这个其实也是通过一些 比如说我们专项的这个 开训练营的内容 给转换成的这种文字版 那么另外就是 我们在云上的话 因为有一个比较方便的这个 可以体验到这个产品的 呃 路口吧 就叫云起实验室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就相当于是说 我们在所有的教学里面的话 都会把对应的 啊 怎么去 比如说体验这个产品 我们比如说拿一个这个 我们和 呃 基于这个 Flink和 Polidbx 啊 去做一个这个流皮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 对吧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 整个实验的过程 会放到这个云起实验室里面 那么 相对是用户的话呢 就是在 在学的同时啊 他可以把这个实验室打开 可以去体验 可以可以去做一些 比如说修改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修改 去体验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推出来 当前有一个初级的人才认证啊 这块的话呢 也是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再去做 当前的实验人才大概十五啊 三天多 OK 那么 这个是我们针对于这种学校的开发者的这种一些赛事 就是我们参加的 比如网里巴编程之下 还有像那个林文老师他们做的这个开源之下 还有像 呃 经典的话呢 又那个 应该是CCF下面 主导的一个这样 基督力 编程 编程 向盈 这个我们也是在参加 所以的话 未来也同 我们已经是根据参加对应的这个向盈的项目 跟高校 有些体力的 呃 领知 那么 针对于这个 内核类的课程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比较 呃 比较深一点 很高一点的这种的开发者 呃 我们是当前是推出来几门课程嘛 一个是 由我们自己老 自己的老师推出的 这个 呃 内核的解读课程 这个的话呢 也是放在我们的B站的 呃 B站的这个 账号下面啊 可以免费的去进行观看 然后第二块的话呢 是这个数据库内核 从路门到清空 这个是我们和武汉大学的 呃 刘斌老师一起去做的一个课程 那么当前这个课程还没有完全做完啊 呃 呃 学校里面的老师主要讲的是数据库原理 就是 那个部分的话呢 已经讲了大概有差不多二十几个课程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在讲破了几币这种分布式架构下面怎么开发的这么一个课程 大概讲了有呃 四个课程左右了 后面 后面还会讲了这个 分布式数据库开发之后 我们还会再去 呃 会推出一些项目类的这种的 课程 就带着 带着我们的这个 呃 学习者去 相当于是 来去一起做项目 通过这种啊 沉浸式的教学来去提升啊 学生的这个对于数据库最快的一些编程的能力 那么最后最快的话 法律币的高手课 也是我们的 我们这边的啊 手机架务师去 推出的一个课程啊 也是非常好 那么 另外这一块这一些的话 实际上来讲 针对的更 更多的是这个用户的 就是怎么使用好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课程 比如说像 法律币的开源 实际营里面 就讲了很多 这个怎么怎么去使用 法律币以后 不可以 特性的啊 一些功能特性啊 去针对新的某些场景 去使用某些场景的对方 啊 应用的 OK 然后 实际上我们 在我们的开源网站是有一个路口 叫法律币开源学习图 在这里我们是把所有 就是将 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 你从一个小孩啊 进来之后怎么 就是出去之后 你怎么变成一个大师 对吧 那么 整个的一个学习路径 我们都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就是做了一个叫开源学习图 那么这个截图里面 其实是很少 小的一个部分啊 整个学习图 其实是比较大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的开源官网 来去了解一下我们开源官网 去openprodb.com 然后 左边两个是我们的这个开源的交流群 然后右边这个是我们的开源小助手 如果是有希望能够来去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开源的合作的话呢 可以加我们的这个开源小助手 就最右边这个商务合作的这个微信 比如说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 比如说 带你这个我们的开源发行版的合作伙伴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像 比如说我们周边的管理工具的一些伙伴啊 去加入到我们里面来 一起去把这个开源的项目做好 然后最后能够去服务好我们的用户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确实就是说 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搞一场直播 搞完之后 可能留下来的就只有那个PPT 没有文字对吧 那实际上我们 就是从大概是做了 就积累了 应该是积累了 几十期之后 我们就发现 应该要把它转身 对吧 因为图文的这个传播性实际上是比那个视频可能要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视频 你没法去 就比如说我只关注某一个点的时候 你没法去翻 我很难去检索到我想要看的内容 对吧 而文字的话就很怕一浏览 这个目录结构一看就知道啊 我想关注的点在哪 我们立马就能够去去进行查询 所以是大概是做了几十期之后 我们就开始对前面的内容 把它拿出来 比较比较好的内容拿出来之后 我们内部是有这种 这种事情转途过那种团队 让他们去帮我们去做 做好之后的话呢 会由原来的那个讲师 或者是那个讲师的团队分配同学 去对内容自己领域 评约完之后的话 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那个 开源官网的博客上做发布 然后还有我们 我们那个卡尔德社区 阿里比特的卡尔德社区也会发布 然后文档的话 我们会看情况 就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对于使用比较有帮助的这种的内容 就比如说 开发实践类的呀 或者解决方案类的呀 我们会归类到 对应的这个栏目里面去 放到我们的官网的手册里面去 然后去 相当于是帮助 帮助更多的用户吧 去来了解怎么去用好自己 当然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 职业路径的选择问题 如果我理解政策的话 您是经过研发 然后到现在运营 对对对 试着过的 那有技术背景的运营其实是很少的 那你从研发产品转到运营的话 对于运营是一个降低的 你觉得运营是一个好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我其实现在啊 不止运营 我现在甚至于看销售的事情 为什么呢 就是我得把我这个开源的产品 整个的生态做起来的话 那我就得去吸引我的伙伴 去为最终用户做服务 因为光一个 就我刚才讲 你数据库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不仅仅开发门槛高 使用门槛也很高 特别是像ParaDB 它是从云上面转出来的 因为在云上面是隐藏了 产品的复杂度的 包括你的部署的运营的 这种复杂度在云上面 作为一个用户来讲 在云上你都看不到 你不知道它怎么运营 反正它就 它只要 就是你看到就是一个开箱起用的产品 但是我开源出来之后 你就得自己去部署 所有的云上的那些 你购买的那些服务 都没有 你就得自己去建设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生态的建设 那是一定 不会有多少用户 能够有能力去用这个东西 所以我大量的工作 还在做生态伙伴的拓展 怎么去把这个商业逻辑讲清楚 怎么去 甚至于 所以我也考虑我怎么去帮助生态伙伴赚钱 我如果不能直接帮他赚钱 不能直接给他客户 我还要帮 我要想我怎么去 比如说 帮他 这个 发掘商机 对吧 怎么去帮他对接好我的用户 然后怎么让 比如说 这个 高校的这个老师 怎么去参与我们的这种课程的建设 我对老师 就老师有什么需求 我怎么去满足他的需求 要做很多这种事情 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开源社区运营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算是办出销售 嗯 我们现在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我们跟高校的合作分几块 嗯 一块的话呢 是 这个 本科生相关的 本科生的这个 合作主要是在于他们的 最后原理课的那个实践 那我们会和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生态伙伴 就专门做培训的那个生态伙伴 去学校里面建这个 开源的工作室 那么这个工作室 相对就是我们和这个学校的一个桥梁 那么通过这个工作室呢 我们去学校里面去 去接他们的这个实践类的课程 那是由我们和我的合作伙伴去共同去建设的 那么 这是 就是针对于本科生这一块 那么研究生这一块的话呢 呃 一方面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开学员的 开学之下的项目 去招揽学生去参与 比赛呀等等 那还有一块的话呢 那还有一块的话呢就是 呃 也是做课程 就是内科类的课程 就是内科类的课程 像古大那个和我们一起合作的那个课程 然后还有 呃 去去去去跟那种实验室的老师 呃 去建立比较长期的合作的话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 就是 就是这些实验室的老师 如果带着他的学生来给我们做项目的话 我们是可以 去给他们发实习证 因为我会把 把使用我这个产品的这个企业 建成一个虚拟的企业联统一样 那么他们有什么需求 就不仅仅是我对产品有需求 我的客户对产品也是有需求 他也可以去 到这个我们这个这个这个相关是 呃 这个这个 项目组里面来 他可以去发需求 发题目 然后那个实验室的老师 他可以去接这种 跟他研究课题方向 相关的题目 来去带着学生去做 做完之后的话 提交代码 然后我们的这些企业 比如说 给他们发实习证 对吧 去去满足这个学校里面的 学生的实习对象 这个这个现在是 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说跟学校里面 很多聊完之后 我发现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可以创众的逻辑 但是现在实施的话 我们还要再 下一个实施 大概是这样 对 教育一些是不常业者 啊 多多教育 多多教育 等会我们再回忆 哈哈哈哈